在擂台的一邊 我們有可能是香港地鐵巴士最常見的耳機 剛剛才更新的Apple AirPod Pro 2 在另一邊我們有香港人只可遠觀的耳機 因為香港沒有漢科 被稱為Android用家的AirPod Pro Google Pixel Buds Pro 今天我們就一次過看完這兩隻耳機 一條片說兩個產品是不是很低 我想說這條片拍得多得很多方式的配合 首先這隻AirPod Pro 2 是透過大家在Creator真金白銀貨金支持 所以我才買這隻AirPod Pro回來拍片 雖然當初是說back to school的產品介紹 不過不要太計較 這條片推出之後我就會把AirPod Pro 2推出 當然不是這隻 因為我用了一個月 還有我想保持一隻 所以總之當初有課金的觀眾就留意一下 如果沒有課金的觀眾 下次我吹雞的時候就好行動 第二就是這隻Pixel Buds Pro 是由Etopia借出的 他們之前已經借過Pixel 6a給我 今次我借他們這隻Pixel Buds Pro 真的借了很久他們都沒有還我 所以如果你對Pixel Buds Pro有興趣的話 去他們的Online Store看看 不過今次的影片不是Creator或者Etopia贊助 今次的影片贊助是Surfshark VPN VP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是一個非常簡單易用的工具 去保護自己的網絡安全 而Surfshark VPN 就是市面上其中一個最多人用的VPN伺服 不信你在下面留言問 是有誰沒聽過Surfshark VPN 簡單來說 你可以把它看成你跟互聯網的中間人 因爲你的裝置直接連到你想上的網絡 你的Connection就會連到Surfshark 加密了VPN Server 就由Surfshark幫你Connect到你想上的網絡 今天網站就不會知道你的Connection來自哪裏 亦不會知道你的真實IP是什麽 你的網絡供應商亦不會知道你上過什麽網絡 你上網就更加有私隱 VPN另一個很有用的功能 就是幫你Unblog本身受低迴限制的Content Surfshark全世界有超過3200個高速VPN Server 沒有人叫你在香港上網一定有關連到香港的Surfshark 只要你連去其他國家的Surfshark 你就可以看到香港看不到 或者香港不讓你看的Content 例如連去加拿大Surfshark的Netflix 你就可以看到經典的Sitcom The Office 我這個Channel話畢竟是多一個科技Channel 我再說它有什麽好處和怎樣運作 好像沒有大家的智商 但如果你未有用VPN的習慣的話 機會來了飛雲 現在Surfshark在做雙十一優惠 只要你去到Surfshark.duce 寫新書章登記 在Checkout時用我的Promo CodeAnson章 就有85%off的月費 優惠再送你三個月的免費使用 在這裡感謝Surfshark VPN 贊助今次影片的這部份 就有一些Sponsor的Support 我才可以繼續拍多些影片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Support Greater的公司 我們先說這隻Pixel Bus Pro 這隻Pixel Bus Pro是一隻$199美元的耳機 但它經常減價到$170美元 現在在Utopia上賣$1,400美元 這個價錢和AirPods Pro 2比較之下 是頗為進取的 先說一些我喜歡的 我是頗為它這個充電Case 它這個Case是一個很標準的橢圓形 你正面看它是一顆蛋 它就是這樣打直打開的 蓋很standard地用磁石吸塞 它打開和蓋上的聲音和手感是頗為治癒的 如果你無聊的話 是可以當它是手行玩具玩具玩具 頗為人的 接著Case表面就用了牙色的塑膠 都是一件好事 指紋和油脂就不會太顯眼了 不過雖然Pixel Bus Pro有四種不同的顏色 我這隻就叫Forg 但無論你選擇什麼色都好 Case都是白色的 它是比較容易髒 但它這個質地 其實污漬很容易抹走 不過這些都不是我喜歡它的Case的主要原因 我喜歡這個Case最主要是因為它的尺寸 Pixel Bus Pro的Case 跟我們稍後會說到的Airport Pro 2的尺寸 是差不多的 這一類型的Case 這個Dimension 這個形狀 是可以放入牛仔褲的散銀袋 另一類Case 就像Sony Bilibara XM4 它雖然是小 但因為它厚身 所以基本上是放不入這類散銀袋 對於我來說 這類Pixel Bus Pro Airport Pro 2的Case 是很好 我是很喜歡的 接著它的耳機本體 形狀大家都見慣 又是這類抖抖型的耳機 它大發一樣 都是要放入耳朵 扭一扭 它佩戴感是OK舒服的 對於我來說它跟Link Bus S差不多 我會說Link Bus S會更舒服一點點 因為它始終比這隻Pixel Bus Pro 但是這隻Pixel Bus Pro 都有90分 戴上去之後都穩陣 基本上日常用不大問題 雖然它沒有了2020年的Pixel Bus的Wing Tip設計 所以如果你要做運動的話 難免不喜歡弄整隻耳機 但是如果你不是經常做運動的話 我會喜歡沒有Wing Tip的耳機 在聲音方面 這隻Pixel Bus Pro就是新的11mm driver 它的聲音是OK的 是蠻好聽的 它基本上可以滿足大部份主流的Genre 但是它的Bass是有低一點的 對於我來說 如果你很喜歡Bass的話 當然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是DG Neutral的話 就要留意一下 接著的控制就是靠Touch Sensitive的表面 控制方式都合理的 Single Tap就是Play Pause Double Tap就是Next Track Triple Tap就是Previous Track 長後可以自訂做ANC開關 或者Trigger Google Assistant 有個Bonus是 數前和數後可以控制音量 我覺得這個不錯 而且它整個Touch Control的準確度 和靈敏度都不錯 我沒有試過做錯任何的Control 還有我很喜歡Pixel Bus Pro的一件事 就是它的Promptone 即是它的提示音 它Tap、Swipe和長後都會有不同的提示音 這個對於調校大小聲來說是很有用的 因為其他有調校大小聲的耳機 你很多時候都很難知道自己調校到多少格 Pixel Bus Pro就不同了 你向前數一下 它就有一下提示音 升了一格 你向後數一下又有另一個不同的提示音 是很清楚的 另外它身為有Pixel Branding的耳機 它當然是有Google Assistant 你可以在耳機上直接跟Google Assistant溝通 它就會給你一些Audio Feedback 是很有用的 如果你有用Google Assistant的話 大家記不記得 在Iman 3 中 Tony Stark 未有一個來自Java的耳機 當你戴著Pixel Bus Pro 用Google Assistant 好像這樣 Turn off the light 你是有一種像Tony Stark 用的Java's的優越感 這件事是頗為最高的 但是是有趣的 接著它又有Multipoint Connection 這個是很划算的 電量方面 開了ANC的話 它就有7個小時的playtime 連起Case也有20個小時的playtime 不是什麼驚人的數字 但都可以的 可能你們在想 為什麼我講了這麼久都沒有講 ANC和Transparency Mode的表現呢? 因為這兩方面就是我對這隻Pixel Bus Pro 最不滿意的點 ANC和Transparency Mode的表現 不算是很差的 如果你沒有其他產品做比較的話 對你影響不大 它開了Transparency Mode之後 效果其實不是特別差 也不是特別好 但是問題是 ANC方面的處理是真的很奇怪 開了ANC之後 如果你大致上都是很Consistent的White Noise 例如房間的冷液聲 搭車時的引擎聲 或是路面的雜聲 它的確是會弄走這些聲音 但是 它留下的就是很高頻的 小煞煞聲 因為我很多時候都是聽Podcast 當主持人不說話一靜的時候 這些聲音是很明顯的 連室內好像這間房間的room tone 都會變成煞煞聲 公道地說 如果你正常播音樂的話 沒錯 你是不會留意到的 但是在ANC方面 它的表現 是不及AirPods Pro 2 和Sony的blahblahexemple 接著就說一下AirPods Pro 2 今代AirPods Pro 其實在外觀上 和上一代AirPods Pro 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它和上一代最大的不同就是 第一 它的Case底部是多了一個發聲器 當你充電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提示音 當你放了一個不屬於這個Case的AirPods 它也會有一個提示音 而且因為它裡面有一個U1 Chip 再加上它的發聲器 它基本上是內置了AirPods Pro的功能 如果你不見了AirPods Pro 你可以用Precision Finding 或者用它的發聲器發聲 來找個Case 第二 Case側邊是有一個掛孔 好像2000年代的手機 那樣可以讓你搭一個飾物 除了用來裝飾之外 都可以更容易讓你認回自己的Case 因為實在太多人用AirPods Pro 第三 在耳機本體上 除了耳杆到有一個排氣口之外 頂頭也有多一個 這些排氣口的作用就是 可以幫你平衡耳道的氣壓 讓你不要好像壓著耳朵那麼辛苦 除了這三個地方之外 外觀上幾乎一樣 又是說一些我喜歡的位置 它的AMC今代是好很多的 在今代的AirPods Pro 2裡面 Apple就用了一顆新的H2 Chip 去做Processing 令它的AMC表現進步非常多 比我們剛才說的Pixel Bus Pro 這隻AirPods Pro 2的AMC表現 基本上可以配合Didi Dali XM4 但Kalikura XM4是用一款類似耳麵的A-Tips 這隻AirPods Pro 2 只用直膠的A-Tips 都配合到它的表現 一開AMC不論是room tone 還是搭車的引擎聲 還是街上人群的炒鬧聲 都是一下沒了 是很值得賺的 還有AirPods Pro 2對於跑步跳動的時候 產生的嗶嗶聲是處理得不錯的 我試過用它來做一次30分鐘的跳繩workout 它都會有這些嗶嗶聲 不會完全沒有 但明顯地它是沒有其他耳機那麼滋搖的 跟著 ANC的相反 Transparency Mode AirPods Pro 2都做得很好 其實上一代AirPods Pro 在這方面已經大受好評 今代也不例外 你開通透模式之後 是真的通透的 環境的雜音不會聽起來好像經過很多重處理 其他人說話是很自然 我自己說話也很自然 我不會說它好像沒有戴耳機一樣 但是很接近的 另一樣我要讚的位置就是它的配戴感 我不知道是因為它的形狀 還是因為它的E-Tips 還是因為它有排氣口的設計 還是三樣加起來 總之我戴這個AirPods Pro 是戴得很舒服很輕鬆的 就算戴了一長時間 它都沒有為我的耳仔造成任何壓力 它的ANC也沒有任何壓著耳道的感覺 它的舒適度是配合到 我暫時認為最舒服的Link Buds S 甚至有點超越Link Buds S 不過這些很個人而已 剛剛有提過我用過AirPods Pro 來跳過繩 在30分鐘的Session裡面 它是沒有跌過出來的 但的確有幾次我要調整耳機的位置 才能聽到Bass 今代AirPods Pro內部是用了一套新的Driver和Amplifier 它的聲音是比上一代好聽的 它音色方面的表現 如果你不是Audio File的話 其實一定滿足到你的需要 如果你是Audio File的話 想清楚你的身份認同 不過傳聞中支援的Lossless Audio是沒有出現的 另外今代AirPods Pro在軟件的部分也做了一些功課 Transparency Mode今代改名叫Adaptive Transparency Mode 當你進入了這個Mode之後 所有麥克風收到的聲音都會經過剛剛提過的H2 Chip 它一偵測到有些突如其來很大的聲音 例如地盤的打裝聲或者救護車的鳴笛聲 H2 Chip就會壓低音量才傳給你的耳朵 對於你的聽力就有些保護了 另一件事也跟H2 Chip有關 就是今代AirPods Pro是加入了Personalized Spatial Audio 它跟Sony的360RA有差不多的玩法 又是用相機掃描你的耳型 然後給你一個專屬的Spatial Audio效果 我本身對Spatial Audio都沒有太多的評論 它是一個挺有趣的功能 但我不會經常使用 如果你經常使用Spatial Audio的話 你應該會頗開心 其實這代AirPods Pro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我是不喜歡的 唯一輸蝕少少的就是它的電量 今代它已經進步了 開了ANC之後就有6個小時的playtime 總共連同的case有30個小時 但又不是什麼很標籤的數字 好了Anson 你又說這是一個comparison 你沒有什麼比較過這兩隻耳機 沒錯 因為根本沒得比 我不是說這兩隻耳機的質素差很遠 那隻沒得比 而是它們兩個沒得這樣比較 如果要硬將它們兩個直接比較的話 是沒有意義的 英文有一個phrase叫做 Apple to Orange Comparison 如果你將這兩隻耳機直接比較的話 Exactly是一個蘋果 和橙的比較 比例是沒有意思的 你用iPhone的 我不會建議你買這隻Pixel Bus Pro 你用Android的 我也不會建議你買這隻AirPods Pro 但如果要說這兩款耳機 合不合得起它們各自的名牌的話 是值得說一下 Apple Pro作為Apple 親自為iPhone設計的耳機 它是很合得起Apple的名字 如果你在用iPhone的話 基本上沒有其他耳機 做到Apple Pro做到的東西 沒錯 一定有耳機靈性 它一定有耳機ANC好過它 但因為它和Apple ecosystem的連結 它是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這件事對於市場競爭 是好勝壞事的另一個討論 相反另一邊的Pixel Bus Pro 它作為Google為Android而設的耳機 它是面對著一個很大的競爭 因為Android沒有Apple ecosystem那麼封閉 所以沒有什麼Pixel Bus Pro做到 其他耳機做不到 沒有了Ecosystem的優勢 它就要在品質表現上 還有硬坎Sony、Bose和Sennheiser等等 那堆在不同方面都很出色的耳機 而它暫時來說 跟那些耳機還有一些距離 但它也是一隻不錯的耳機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你又對這隻Pixel Bus Pro 又或者AirPod Pro 2 有什麼看法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說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這條影片 以及考慮一下 用Super Thanks的形式 支持我們的製作 因為真的很多功夫做一條影片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如果你不喜歡這條影片 要不就從頭0.5倍觸碎就離開 好了 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 尼新Sony、Bilibala XM4、Blabla XM4、Dili Dali XM4 和Caraquara XM4 都是同一隻耳機 是WF1000XM4